这是不能躺 快滚 这是不能躺 胡小姐 你先起来歇歇一下 胡小姐 胡小姐 难道你家就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有 有 很多 只是自从我爹 卷了军需案之后 再也没有来往了 倒是你 非亲非故的 还来悼念 胡小姐 胡小姐 那你爹走之前跟你说什么了吗 一句话也没说 一个字也没留 都回家了 怎么还想不开呢 你以为有人逼他 谁 吴家东远的周莹 他为何要逼迫你爹 他说我爹陷害了吴维文 我爹 一定要我爹说出什么真相 我爹 早就答应了我 我们一起离开京阳 但现在 却因为他那份话 他 就我所知 军需案作假全是吴维文主使 而你爹是被牵连进去的 这怎么可能怪罪你爹呢 我爹死得太冤了 吴小姐 竟然随便 那您之后 打算去哪儿 我哪儿都不去 我要留在这儿 为什么 我要杀了他 为我爹报仇 为我爹报仇 大师 最近如何 还好 你的事 当初李大人也力保护过 但是贝勒爷呢 却不依不饶 也只有让你 暂时受些委屈了 哪里谈得上什么委屈 是我处置不当 调查不力 我应当受的惩罚 最近一段时间 内务府的很多采买事宜 贝勒爷都是直接交给京阳的沈家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据我所知 京阳沈家和龙生河已经合股 原来如此啊 太后要堪休三海都没钱 还得从海军衙门的经费当中挪借 这帮王公贵族真是敛财有道啊 敛财总需要工具嘛 为了爷 于是就选中了沈家 你此次被贬京阳 正好可以密切关注沈家和明里的动向 这次就算他们侥幸过关了 下一次一定要逮个正着 到时候我也好找一个机会 让你官复原职 还有什么动向 无志存自尽您可听说 为何 不知道 没有留下一言 但是死前好像隐隐约约地透露 无畏闻有冤 此案连过三档 吴卫文的口供前后完全一致 证人证据俱全 我敢保证 吴卫文绝对不冤 可是 吴家冬院的后人 并不甘心这个结果 那个吴家冬院 还剩什么人 还剩两个寡妇 不 再罪大恶极的犯人 在其亲人眼中 也许都是好人 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 此案当初牵涉甚广 如果再翻成章 我怕对时局不利 如果吴家冬院的后人继续纠 你可采用非常手段贪压 准备